台湾面临的危机不只是财政的危机 不只是我们退休金老本可能不见的危机 我们其实还面临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主权危机 好 马总统告诉我们说 咱们两边是互相各自承认自己的主权 什么时候人家承认了我们了 最近的一个新闻让我们看了很痛心 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里面 已经直接把台湾这样的一个美丽的景点 放进他们的国土领域里面了 政府没空 政府放点点来看VCR 拿着相机猛拍照 风光明媚的日月坛 是陆克来台爱道不行的景点之一 没想到英国金融时报报导 南投日月坛花莲清水断崖 全被大陆放入最新护照 台湾旅游胜地变成大陆美景 大陆强势作为陆克低调避坛 中国政府在护照内液地图 将南海争议海域和台湾全划入领土宣示主权 第一时间越南和菲律宾都表达强烈抗议 半岛市台湾竟然点点只发了一张对内新闻稿 简单声明 所以这个很清楚就已经是亲门打猴啊 而且已经就是假人告稿 而且就是要看你台湾要怎么办 护照里面用我们台湾的风景图片 这明显的就是有点霸王硬上功 而且违反了两岸分治分立的这个现实 乐会澄清已经透过管道向对岸表达立场 但这中国护照已印使用期限十年 目前为止退估发出近六百万本 马政府却只是表达立场 似乎未免太软弱 我们最近参加了所谓WTO底下的一个 叫做所谓政府采购协会的组织 它叫GAP 我们政府要加入这个组织 要去跟人家签一个条约回来 那这个条约要送到立法院来 当礼拜三立法院审议这个条约的时候 我看到里面有一条我吓得呼吟 他说这个官贸协定的会员国 就是台北京嘛 官贸协议的会员国 未来如果有一个国 有国的属性的进来 有国的 那官贸协议它就没有主权的意涵 他们签了很多东西回来 这个应该是GAP里面 现在没有中国还没有加入 还没有加入 所以我们还是可以用这个混一会 混一混没有关系 就是说我们还是一个 主权独立的会员国 那如果明年 现在美国已经要求中国 一定要加入 因为这个政府的采购 中国太大 所以美国一直要求他要加入 那美国 中国也在10月31号 正式提出要加入 他明年一定会加入 他一加入之后 台湾就变成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底下的 台北京的协约的地方政府 你看这个 公然在国际法上 已经变成一个不可逆转的事实 那就是 馬英九 现在出卖 这个矮化台湾主权 这个已经不是新闻了 但是 不是标识说台湾已经民主了 不是 是耶 还有很多问题 控制住了 所以有这个机会来介绍 这个前卫讲 出一个很好的主题 前卫出版的出版片不错 台湾参数 就是都司法案件 政治案件 军事心盘的案件 这个很像是民众立部的 一个老记者 老主任 他寫说 按照三百六十五坊 一天一坊 结果寫二百几坊 没想到又寫了 我还不知道 那是立会民众立部 是 西厕处大家暗减出来 大家看 有时间看不出 我们说不出版本 在概念十字 三十五年里面发生多多暗减 是 台湾残死档案 台湾残死档案 是 国陵大哥说完没问题 刚才